如果您想看一眼居里夫人的手稿 您必须签署一份免责声明书 并穿上防护装备 以保护自己免受辐射污染 居里夫人的遗体 也被安葬在一个衬有铅的棺材中 以妥善隔绝 作为她的核心研究的辐射 而辐射也很可能是她的死因 年轻的玛丽 原名玛丽斯科沃多夫斯卡 在被俄国占领的波兰华沙长大 是一名优秀的学生 但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作为一名女性 她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 因此为了反抗 玛丽进入了漂浮大学 这是一所私下为波兰青年 提供教育的秘密机构 通过攒钱和担任家庭教师 她最终得以搬到巴黎 在著名的索邦大学学习 在那里 玛丽获得了物理和数学学位 主要靠吃面包和喝茶为生 有时会因饥饿而昏倒 在巴黎 玛丽遇到了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 他们共用实验室并坠入了爱河 但她渴望回到波兰 然而回到华沙后她发现 作为女性获得学术职位 仍然是一项挑战 但这为时未晚 在巴黎 想念她的皮埃尔仍等待着她 两人迅速结婚 成为一支强大的科学团队 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工作 引发了居里夫人的兴趣 1896年 亨利贝克勒尔发现 油会自发地发射出一种 类似于X射线的神秘辐射 这种辐射可以与胶卷产生反应 居里夫人很快发现 土元素也发出类似的辐射 最重要的是 辐射的强度 仅取决于元素的数量 而不受物理或化学变化的影响 这使她得出结论 辐射来自每个元素 原子内的基本物质 这个想法十分激进 有助于反驳长期以来 将原子视为不可分割物的模型 接下来 通过专注于一种 名为沥青油矿的超放射性矿石 居里夫妇意识到 仅靠油 无法产生所有的辐射 那么 是否还有其他放射性元素 可能为此做出了贡献 1898年 他们报告了两种新元素 坡 以玛丽的故乡波兰命名 和雷 射线的拉丁词 他们还创造了放射性一词 到1902年 居里夫妇从数端沥青油矿中 提取了十分之一刻的纯绿化雷炎 这在当时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 当年底 皮埃尔·居里和亨利·贝克勒尔 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玛丽却被忽视了 皮埃尔挺身而出 支持妻子获得实至名归的嘉奖 于是 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 被共同授予1903年诺贝尔奖 居里夫人成为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居里夫妇拥有充足的资金 且受人尊敬 一切都顺风顺水 但悲剧发生在1906年 皮埃尔在穿过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时 被一辆马车撞死 悲痛欲绝的玛丽 全神贯注于她的研究 并接任皮埃尔在索邦大学的教学职位 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 她独自一人的工作结出了雷雷硕果 1911年 她再次获得诺贝尔奖 这一次是因为她早期发现了雷和泼 并提取和分析了纯雷及其化合物 这使她成为第一位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在两种不同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居里教授将她的发现付诸实践 变革了医学研究和治疗的格局 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开设了移动放射科 并研究了辐射对肿瘤的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对人类的贡献 可能都以代价高昂的个人牺牲为代价 居里夫人于1934年死于骨髓疾病 而今许多人认为 这是由于她暴露于辐射而引起的 居里夫人的革命性研究 为我们理解物理和化学奠定了基础 在肿瘤学、技术医学和核物理学等方面 开辟了先路 不管是好是坏 她在辐射方面的发现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发掘了一些科学界最伟大的秘密 如果您热爱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我们会发布新视频 话题涉及爱因斯坦的奇迹年 到足球的物理学等等涵盖广泛 敬请继续关注永保探索热情